从古以来 帝王将相 每一个人都是从自立自强做起 要培养自己挺得住的那个能量 在大事上要有自己的判断力 要有自己的抉择 用很科学 很实际的方法 来把你从以前到现在 那你准备 你有这样的条件 你准备未来是怎么找法 中国房 他怎么能够 把他成功的基础 打得这么稳 他一定有原因 他在日记上写的这么几句话 百人两字 肥朵即傲 天下古今之佣人 皆以一朵字之百 天下古今之才人 皆以一傲字之百 古无人用功 力出傲气 力戒自满 为人所冷笑 乃有进步也 这几句话是他一生的关键 他说我的病根在没有恒性 这句话很值得 我们每个人做参考 今天 我对自己下了什么规定 叫做立条 可是明天就忘光了 还是善慢 还是老病复发 还是改不了 可以就是说我知道 但是做不到 我没有常规 可以遵循 就是看人家怎么做 我就跟着摇摆不低 现在人把它叫做求心求变 这是非常可怕的事情 然后一个人连原则都没有 你有什么资格想变 你没有原则 那什么叫变 将来 我去面临群众 我没有公信力 因为人家看到你就知道 你是摇摆不定 讲话不算数 那我听你的 我不是傻瓜吗 我做事情一定没有成果 因为什么 虎头蛇尾 前面想得很美 很快 你就灰心上志 就放弃了 所以要戒指 我要好好的 自我警戒 你不要小看 就这么一句话 就是要告诉我们每一个人 你什么时候发现 你的病根 就是没有恒心 你就会改变你自己 连我们听到好的东西 觉得这个好 不要照这样去做 可是第二天就忘光了 做了两天 第三天 老病又出来了 人都有缺点 这个没有关系 问题是缺点 能不能改得过来 这个比较重要 他写了一本书 叫挺君 这本书我是觉得 很值得我们去读 薄薄的 两千多个字而已 把他一生的经验 总结下来 他常常说 你挺不挺得住 你到底挺不挺得住 做人一定要挺得住 自知以修身 我们每一个人都要自己了解自己 不是了解自己的优点 很多人到处宣扬自己的优点 其实没有什么用的 最要紧的 了解自己的缺失 了解自己的不足 然后你好好去补他 我们花太多时间在别人身上 我们真的应该好好爱惜自己 好好对待自己 每天最起码要保留一个小时给自己 20分钟来养生 20分钟来调心 然后20分钟来找出一条出路来 诗人与勇士 一个人不了解自己 你就没有办法了解别人 其实了解别人还比较容易 了解自己真的很困难 我们大部分人就是一辈子不了解自己 这个很能痛心 我们常常讲 尤其是金人更加痛心 因为你对他好 你喜欢他了解自己 每一个人都有盲点 这个盲点就是你看不清楚自己的那一点 你什么时候把它看清楚了 你很快就调过来的吧 听清楚我们这辈子来 就是要调整自己身上的盲点 这就叫功课 那挺经人一共有18个项目 其实周哥很喜欢 36148 72 108 这个是习惯性的用途 倒没有很特别的 有什么用意 第一个叫内圣 内圣就是把自己修好 充实自己 不断的提高自己的品德 我们重复说一遍 因为这句话是真果凡一生很重要的觉悟 他说功名由天定 修得在自己 我们所能做的事情很有限 你求功名不一定得得到 你想做什么都不一定得得到 但是你要想修极 想要使自己品德高尚 你马上可以做得到 人生就这件事情 是你可以全面掌握的 其他都不可能 圣读就心态 什么叫圣读 圣读就是好好做你自己 走你自己的路 不要要求跟别人一样 你干嘛跟别人一样 干什么呢 我们一般人把圣读 就是说你单独一个人要小心 其实不是这个事 这个读是你特有的 独特的 你想做的 你不一样的地方 你跟别人不一样的地方 就是你这辈子要发挥的 我们这辈子来 是要做跟别人不一样的人 所以你不用害怕 可是你的特色 要做到大家能够欢迎 就表示你是成功 你的特色 老是跟别人隔一隔不入 那你就要自己好好去调整 主静就身强 身强体传主要是什么 你对任何事情有没有用心 静就是看得起 看重它 眼前这个人是最重要的 手上这件事情是最重要的 现在要讲的话是最要紧的 不要一会这样一会那样 就表示你不精心 不精心就是不看重 不看重就是看不起人家 其实看不起人家 最可怕的就是你看不起自己 静是看得起 静人的人魂静子 就是你如果看得起别人 别人就看得起你 我想这是中国人最了不起的地方 要用闽南话讲 你一辈子会记住 你看我普普 我看你无无 中国就是个性啊 你看我现在我也看你无 我们一向是很强烈的 你看不起我 我干嘛看得起你 你对我不好 我为什么要对你好 所以不要片面的去要求一个人 你一定要怎么样 那都是空谈 没有时效的 静人者仁恨静子 就是你看得起别人的时候 别人就会看得起你 别人看不起你 最主要原因就是你让他感觉到 你看不起他 求人的人愿 你看我们讲人 我们不太讲爱 中文讲情 他不太讲爱 西方人是讲爱的 爱是很肤浅的 情是很有泪念的 如果你到底情比较长久 还是爱比较长久 爱是一刹那就没有人 因为爱像火花一样的 啪 没有 情才会长久 情就是关心别人 情就是看得起别人 情就是对对方有期待 爱是我触发的 我感觉很好 我感觉良好 有玩意吗 感觉良好 失诚这神情 你的思路 很诚恳 连神明 都会觉得你这个人很可敬 老实讲人是离不开神明的 我们已经讲过了 神明跟一般人 所解释的神明不一样 再说一遍 你看他很神奇 他看你很明白 啊神明了 神明就来了 你看我们看天的奇奇怪怪都变来变去 无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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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半这样一半这样 其实没有 老天看你是清清楚楚的 你骗不过老天 我想这些才是我们应该好好去学习 去领略的 修身功夫国子 效应至今 一个人 你品的修订好 你一定有好不好 如果没有的话 就是你不够好 要返求诸己 不断的在精进 其实我想所有宗教都在讲这句话 我们是可以超脱的 因为本来就是这样 道理只有一个 不可能有两个 第二个 例子篇 为民众请命的气量 做出一番祭祀的事业 才不辜负父母的期望 不愧为天地的完人 今天人很少有这样的一个度量 很少有这样的志气 没有 你去问年轻人 你打算做什么 第一个 我打算赚很多钱 第二个 我打算怎么样 我打算怎么样 那个气魄都很小 格局都很小 什么道理 各位好好去想一下 老实在以前 我们任何的活动 离不开四个字 现在全没有了 以前不管你看电也好 你参加庙会也好 你从事各种活动也好 他始终不会离在这四个字 叫什么 忠孝结义 现在没有 现在打打杀杀 搞得个乱七八糟 那小孩 他怎么懂怎么做人 他怎么会有这样的格局出来 没有 以完民难感化为忧 小人当道为忧 平民没有受到照顾为忧 他从来没有忧自己 从来没有忧过他自己 是不是他日子很好过 不见得 但是 他就从来没有想过 我自己要怎么样 我自己要从来没有 而现在人呢 差不多是小说小道 只有自己的存在 自以自己如意 困顿 世俗的融入 得失 故不及忧 来不及管戒学 根本来不及管戒学 曾果凡自己说 他忧国忧民都来不及的 哪里会管到人家对他的观感 人家对他的批评 他根本不在乎 第三个是家饭 家饭就是家风 家教 我们现在把所有责任 都推给学校 这是不公平的 学校没有办法代替家庭教育 父母不可以说 我们太忙了 不能叫他 不可以 你看最近很多事情都说 因为我们是单亲家庭 所以才怎么样怎么样 这个不是理由 那你当初要变成 当亲家庭说 理由是不长远一点 这样就对了 我们都是事后找借口的 事先要防范 所以家饭 这个范也是跟义京 那个家人怪有关系 任何家庭要防范在先 不要让小孩出了事情 然后再来后悔 再来骂人 才来求人家原谅 那不可以的 你看 增加的家训 就是这八个字 孝 保 找 少 失 疏 余 租 现在人有吗 第一个字就做不了了 我最近到书店去 要买一本孝金 他问我 还有这本书啊 你看 要不要 已经到这个地步了 他什么书都有 就是不知道有孝金这本书 宝 家有一老 如有一宝 现在这个宝也不见了 因为他都插管了 哪做论语啊 连头都抬不起来 怎么变宝了 早做不到 为什么我们说茶不能喝各业的 各业茶会坏 没有那回事 各业茶怎么会坏 就是告诉媳妇不要晚起 他是用这种方法让你早起 所以要了解中文事情 一定要花一点功夫 我们所有的用词 其实很多是假的 不是真的 但是有效 你看 算命的说 这个外面走廊灯 如果不开的话会闹鬼 没有那回事 他只是告诉你是主人 你不要太小气 因为那个走廊啊 外面是黑的 如果你不点灯的话 用人会闯来闯去 那就见鬼了 其实这个用词 任何事情都有他的用意 只不过当时 用那种 好像神话来表达 那是当时的状况 三不信 不信地先 什么叫地先 就是那些怪力乱臣 胡说八道的 就叫地先 这种人很多 各位少惹他 你一招惹通通来的 里面家地先一多 你就要倒霉 不信医药 我问你 现在科学的医药 人信吗 我就问你这句话 现代人遭受了三大迫害 第一个 就是发明很多人瘾 各式各样的人瘾 而且告诉你 你一杯人瘾在手 脑吃饭 才有现代化的感觉 目的干什么 把你肠胃搞坏 我们都知道啊 新刚复义都是先天带来的 只有肠胃是你后天的 一句话我记住 肠胃是后天之本 那这些人很厉害 就把你本破坏掉了 我的孙子吃饭的时候 我告诉他 所有人瘾通通拿开 不许喝 为什么 你要顾本呢 这边热的 那边冷的 这边热的 那边冷的 肠胃一定坏的 肠胃坏了 就达到第二个目的了 就让你生病 那病毒是他设计出来的 我告诉你 你生病的时候 他就告诉你 这是没有办法根治的 只能防毒 只能控制 就在告诉你 你吃药要吃一辈子 我们小时候 哪里有说吃药吃一辈子 现在一开始 就吃药吃一辈子 然后过一年以后 就说你已经变慢性病了 你这次来刮号 我给你刮号三个以后的 一年来四次吃到死 了不起啊 那第三招就是 让所有老人家都在那里 刮鼻子搞这个 不知道怎么死的 我也没讲过分 我问你 我也没讲过分 但是现在很多人都没有这种感觉 我觉得很奇怪 记住当医生告诉你 你这样的话 可以多活六个月的时候 他有一句话没有讲 其中有五个半月 是在医院里面 那你愿不愿意 你自己选择 这是当前人 没有办法摆脱的一个困境 不信生无 我没有说宗教不好 我只是说 很多人假借宗教的名义 来做坏事 那不是宗教的事情 那跟宗教无关 但是太多了 当你开始相信他的时候 他就开始作怪了 他案例很多 怎么样才能败家 他都列得清楚了 礼仪传费者败 但是礼仪过分讲究者也败 听清楚礼仪是不能训练的 现在请了很多讲师 在做礼仪训练 那每个人笑都是假的 礼仪是要发自内心的 其实你到一个公司去看 这家公司好不好 你看他员工 是不是很自然的笑容 还是钻出来的 你看就知道 你到一个家里面 看那个小孩子 他是自然的喜悦 还是看到客人 他就这样 笑跟哭一样 就很凄惨 兄弟欺诈者败 父女淫乱者败 子弟傲慢者败 下面他归纳出一句话 很重要 士大夫之家往往比根独龙家败得更快 我觉得每一个人真的都要把挺经拿来当借禁 当一名禁止 然后反观自己 有的话赶快调整 这是挺经最大的功劳 第四篇 明强 三达德 智能勇 这大家都很熟的 我只是请问各位 智能勇以什么为中心 以人为中心 中国人凡是三个字排在一起 中间那个最重要 智是为了寻人 否则这个智一点用出的名 勇只能用在寻人 除了寻人 你勇就是暴力 这为什么讲当人才可以不当 你不当人一定要当 中国人凡是三个字写在一起 他当中那个最重要 很多人注意会这个最重要 因为你用西方的看法 用排队顺序 那是不对的 再说一遍 知识是为了寻人 知识不用了寻人 这个知识会害人 勇是用了寻人的 不仁之勇 那很可怕 那是我们最不喜欢的东西 智是什么 智就是明 但是高明是天分 天分不高怎么办 后天要勤学 所以一个人常常读书 常常懂其中的道理 一定是有帮助的 当当大事的人 一定要明强 脑筋要清楚 他又说 凡是非去不及 非刚不济 就算是修养品德 两家教旨 也要以明强为本 换句话说呢 我们那个气 如果不足的时候 你就要补气了 而气是看不见的 所以要提醒自己 看得见的 其实不是很重要 真正的关键 都在看不见的部分 但是我们对看不见的部分 我经常负略掉 我说清楚一点 当一件事情 很清楚 很明白的时候 他已经没有作用了 他已经定了 改不了了 你看小孩就看他 他有那种倾向的时候 你就要开始要去调整他 而不是说已经养成习惯 已经养成习惯 要改非常困难 为什么我们常常讲 教小孩要十二条精神 就是这个道理 因为你一个不留意 他变成坏习惯以后 他定型了以后 你怎么改改不过来 很难 然而一定要有 举强之气 懦弱无干是大识 这句话在真果凡的言论里面 几次都提出来 不可以干逼之用 但是一定要倔强 意思就是说 该坚持的一定要坚持 人退烂的一定要退烂 大事情不可以退烂 小事情不可以坚持 这样就对了 他分得很清楚的 第五个 坚忍 什么叫做忍 忍就是心上一把刀 叫做忍 各位你要体会什么叫忍 就是你想象 你心上被一把刀放在这里 你感觉怎么样 你如果说没有那么严重 那就表示你还不够忍了 我们总以为自己非常忍耐 非常忍耐 其实还差得很远 人生就是忍耐和等待 爱会感觉 去平坚持久人 这种话都是很古老的话 你等久了 前面人都做光了 你自然就得到机会了 因为前面人他一定走了 忍受当前的痛苦 与压抑 等待时机到来 会有所改变 但是坚忍不是一味的忍耐 不是 而是善忍会忍 当忍才忍 我觉得这个是要点 当中国人告诉你 要忍耐 要忍耐的时候 他就告诉你 不应该忍耐的时候 你绝对不可以忍耐 当忍耐告诉你 要履让 要履让的时候 他一定告诉你 当你不应该履让的时候 你就不可以履让 千万记住 我们没有偏一边的 没有 我们都是两边照顾的 自知经历官场全数 并没有好处 还不如维持原来的忠厚老实 不耍奸诈 以免陷入无羞制的囚恨之中 这也是他最后才觉悟的 刚开始说当官嘛 当然要玩弄全数 后来他写信跟他弟弟 就讲得很清楚 说我们家是老实人 我们耍不够人家的 那既然耍不够人家 你就不要学人家了 我们就好好走自己的路嘛 坏人 他有坏人的一套 我们学不来 你就让他去坏了 坏了之后老天知道 自然把他收拾掉了 干我们什么事呢 这很多人就想不通这套 他可以我怎么不行 他是他你是你 天生就是走不同的路 很多人就是忍不住 要学人家的 不好的一面 才把自己搞成不上不下 刚柔 自立自强是刚 前浪是柔 两者要并用 否则的话都走不通 任何时代 勤劳 有礼貌 谦虚 离浪 节俭 绝对没有错 这一定要坚持 你才能自立自强 但是 当时的一些状况 你要用柔的方法 来把它 适应下来 所以什么叫做儒家 你看儒那个字怎么写 儒家是人旁 这边是一个需要的虚 儒的意思 就是人 在社会上 你要生存 你就需要一些柔素 儒就是柔的意思 人去要人生 人生一定要人去 美男话讲得清楚 一村一举 一村一举 不能说 我只能村而已 也不能说 我只能村而已 那都不行 可是很多人会作异的 就是得意就忘省 就完了 那委屈到最后 就好像很自卑 那也不行 我现在委屈委屈 但是我知道我是委屈的 等于有一天 我还是要伸张的 我现在伸张伸张 我要四可而止 不要太过分 太过分就麻烦了 你看很多事情 都是因为太过分 所造成的 人家给你机会 你四可而止 下次他还给你机会 他给你机会 哇 你就抓到机会 就大力的扩展你的势力 那你想想他怕不怕 他当然怕 他很快就收回来 下次怕那 你什么机会 都不给你呢 你就完蛋了 千万不要得寸进尺 千万不要 敏南话叫做什么 叫做 蜗头穿骨 蜗蜗头穿骨 差不多就好了 下面因财 这句话非常重要 他说世世代代 不犯无财 都有财 犯用财者 不能气死而食用也 每个时间都有诸葛亮 但是找不到刘备 随时都有千里马 可是找不到薄弱 就是这个劳力 因此呢 我们要知道 随时随地都有财可用 只是你不会去看重他 你不会去请教他 你不会去善用他 就造成他不存在一样 天下大局 是万能挽回 我们现在有这种感觉 我们现在感觉跟他一样 已经到这么糟了 我们怎么办 力所能免着 引用一般证人 培养几个好官 以为种子 我想现在我们就面临这个状况 你不能放手不管 放手不管越烂越下去了 我们尽一己之力 你要是做什么事 引用一般证人君子 我们培养几个好官 作为将来发展的种子 有没有成功 其实也没有 你看国富革命也没有成功 但是最起码他跨进一大步了 后面才有发展的余地 天下没有现成的人才 也没有生来就具有远见着势的人 必须要坚强的磨练 尽其所长 所以曾国防很乐意 网罗人才 礼益人才 并且大胆的使用 但是最后这两句话是最重要 他是为公 绝不为师 用人才为公 办大事为公 完全没有自己的考虑的利益所在 这才是难得的地方 我找一般人 我给他奖金 将来做我的班底 我要发挥我集团的势力 这有什么用 我不要有什么用 但现在这种人已经了不起了 所以你跟曾国防当时一比 你会觉得现在人 实在讲 应该再提升自己 否则的话 就是刚才曾国防所讲的 我们愧对主线 我不想大家有没有了解到这件事情 就是人死了以后 要哪一块布把它盖起来 为什么 因为你想到你死了以后 马上要建主线 有什么面目去见上 直线 所以你的儿子 就比较了解你 就拿一个布把你盖起来 这很有意思的事情 你什么时候可以很开朗的 很自然的去见主线 你就信完理得了 可是 当你想到这件事情的时候 你看临终的人 他都是愁眉苦脸 幽幽咳咳咳 不要等到那个时候才怎样 要事先做好准备 又迟早要建主线了 第八个 年聚 年节之风 使国家兴盛 腐败风气 使国家衰亡 我想一直到现在还是这样 贪污是很可怕的 因为什么 因为它会使得很多人 走歪路 不走正道 因为你提供他这个广道 它会使得很多人 不努力 老想投机奇巧 它会使得很多人 想尽办法 走后门 送礼 那整个社会就乱掉了 贤者 经常无以自存 而不贤者 反而自满弃德 你看社会上是不是充满了这样的状况 那就是反常 舍礼 无所谓道德 舍礼 无所谓正事 什么叫做礼 礼就是道理的礼 这两个是一样的 社会如果没有道理 教育就没有功效 我剩这个机会讲一句话 教育 教养 教化 这是三件事情 是不一样的 教养是第一个 你要让它活得下来 教育是第二层 你要让它知道方向 培养兴趣 但是最难的是教化 教化这个层次 其实连教育部长都没办法 要能够改变社会风气 当很高层次的人才做得到 所以我今天很公开的讲 中华民族不管你在哪里 它永远是官本位 你不要怀疑 也不必避讳 我们这个官本位是有它的道理 不是没有道理 只要官肯做事 人做事 知道做什么 这个社会就安宁了 我们永远是政治挂帅 不管你跑到哪里去 但是我们有个好处 这个好处是很少人把它说出来的 我们不是政教合一 西方人是政教合一 宗教跟政治合一 我们从来没有 我们走的是世界上唯一的一种路 叫做什么 道政合一 道政合一 你看孔子讲道 老子讲道 朱子百教通通讲道 那个道很重要 你只要政治跟道合在一起 你就清明了 只要政治清明 其他自然它就好了 因为都是你在管 这才叫做教化 我们今天谈来谈去 只谈到教育 这是很可怕的事情 因为教化那个工作 没有人做的 这还得了 你看整个社会风气 你可以看到 对不对 上电视什么都可以谈 可以吗 最近有人提出来 你家没有小孩吗 那为什么一定要等到这个地步才讲呢 你刚开始就要注意啊 西方人可以分级分段可以啊 因为它是法治国家 他没有就要抓 我们这里哪里有 分段归分段 不该看都照样看 这都事实了 你没有分段 他还不知道 我可以垮越这个段去看呢 你分了段就提醒他 你看你家任何的装置 他都有办法跟你破坏掉 马赛克 然后他出现 清除马赛克 反正你有什么 他都给你破掉 因为我们永远不可能是法治的国家 永远不可能 你看我们到现在为止嘛 你立法归立法 你就是行不通了 你什么 从建月以养年 这个养年是非常困难的 我们不要贪宝举 不要得虚异 这个讲容易 做起来都很难 有人推荐你 你半夜三军都去 有人提拔你 你感谢都不得了 那其他就不要谈了 其他都不要谈了 但是我没有批评说 东华民族不好 我没有 我再说一遍 我长期研究的结果 民族性没有好坏 人有好坏 你把它用得好 他就很好 用得不好 他就很坏 为什么老天要让各个民族 不一样的民族性 就是因为要让你们互动 风水轮流转 如果通通一样 那人类就灭绝了 就灭绝了 他没有互动 第九个项目 是勤劲 勤是勤劳 勤是看重 为之守务 爱民 爱民不是顺应民意 不是 我们现在两个很初见 都顺应民意 西方说老百姓最喜欢什么 他自己最知道 真的吗 我不相信 老百姓都是糊里糊涂的 他怎么知道他要什么 不要假见这个民意 爱民就是说 我站在你的立场 我替你考虑 我来照顾你 如果你不懂的 我还要教训你 这样才叫爱民 因为小孩懂什么 你顺应他你就玩 他整天打电动 你要告诉他 我的孙女儿 买大哥大的时候 我们第一句要告诉他 这个大哥大你只能做一个用途 就打电话给爸爸 其他你都不能用 这个人都能做一个用途的 我还要做一个用途的 我还要做一个用途的